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就是 著名实力女演员 佟丽娅 欢迎 佟丽娅是我们的演员 也是舞者 美貌不遮掩才华 用作品倾倒人心 佟丽娅自出道之后 演技愈发的成熟 塑造了不少 非常经典的影视形象 好 请我们的佟丽娅 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是 哈喽 好 哈喽 欢迎娅娅 你就站这儿吗 站边上 好 是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娅娅 就是2020年 其实大家都觉得 过得还蛮不容易的 如果你要用一个标签 来定义2021的话 会是什么 我希望是硬核 对 我希望大家 经历了这些不同意 不容易以外 就是以后能够越来越的 硬核起来 2020因为有很多人发微博 有很多的微博记忆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是微博之夜 那么2020属于你的微博的高光点 让你印象非常深的一条微博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是20 指的是现在还是2020年 自己看到的微博也可以 或者是 自己发的也可以 也可以 让你印象很深 其实我们看到的微博 正能量的特别多 尤其是看到我们这么多 大家抗议英雄 对 大家会觉得热泪盈眶 对 这个是让我特别特别感动的地方 那我自己我觉得就是可能 跟一些朋友的温暖瞬间 尤其是跟我儿子互动的一些 就是聊天记录这样 都是大家很喜欢的 所以我觉得微博是让我 跟我们的粉丝也好 或者是观众朋友们也好 拉近了距离 我们也期待在你的微博上 能够看到更多多多可爱的照片 好不好 好 来 欢迎亚亚 来 有请 有请亚亚移步至我们的第二个拍照区